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一名X-Man老粉 从上个世纪90年代的卡通 看到千行年的正传 再看了前传外传 我一一都看过 作为X-Man系列走了20年的电影宇宙的大结局 X- The Dark Phoenix 黑凤凰 原本满怀期待的我 最后却换来摇头叹息和死亡 我觉得这整部戏拍到有点随便 比如那几场的打斗场面显得小加止气 而且都在黑夜中进行 再说戏中那几个主角的性格和立场改变得非常莫名其妙 而且我最期待期待期待那个快银 Quicksilver 发挥的慢时间动作场面 结果不到两秒就彻底收皮了 好电影电影里面最关键的黑凤凰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黑咯 OK他是很厉害了 但少了那种欲摧毁全世界全人类那种邪恶的压迫感 反正大结局嘛 我还以为这黑凤凰的会杀脱几个X-Man 或者毁掉一座大城市 或者至少干掉能力军队啊 灭掉了几十台坦克战斗机啊 或者航空母舰呢 来凸显他黑暗的恐怖力量 唉哪里知道只有乱七八糟的街头各斗 Sweak Fighter 所以呢我还觉得X-Man 3 The Last Stand的那个前代黑凤凰 OK那个第一代黑凤凰还是比较黑 OK我觉得X-Man呢 X-Man和超级英雄的故事不同的地方是 X-Man呢他一个主题 就讲的是非我族类齐行必义的一个族群启示的议题 所以一般上呢 其实X-Man的故事人物分成三派 第一派就是以X教授为首的圣母派 那种大爱人类的左派X-Man 左派X变种的X-Man 另外一派呢是万词王所领导的反人类 主张人种优越路的那种极右派变种人 也就是那个Botherhog of Mewton 好第三方呢就是非变种人的人类政府 当然人类政府呢也可以再细分为挺变种人和恐变种人这两派 好所以呢X-Man的故事呢一直以来都围绕在这三方的矛盾而展开 而如今这个黑凤王啊竟然多了外星人入侵的阴谋 所以感觉上X-Man好像突然上升到Adventure Justin境界 当然虽然说这是终于他的援助啦 不过我总是觉得很不妥 OK好最后最后 好小弟还是谢谢X-Man那么多年的陪伴 也非常期待昨年后X-Man和X-Man的在MCU的再见 好谢谢 我们下个一分钟